花莲圣安宫在大年初二依循网利 在母娘的指示下抽出四季签 由主委黄永胜执角 包括税军、人寇、农业、工商、海东等 最终执角的结果 中华民国112年整体的运势是上签 圣安宫也会把运势签贴在大殿 供各行各业参考 花莲圣安宫每年初二都会举办抽四季签的仪式 由主任委员黄永玉主持 向母娘跪求指示新年度的运势 从税军、人口、农业、工商到海东 全程向母娘指脚寝室 最终结果 中华民国112年整体运势属于上签 不过今年我们的支持就是 我们百姓耳朵不要太轻 做事情都要靠自己 而且在原刑及时上 我们来讲是母娘市的签 今年算是很顺利 今年算是很顺利 所以说今年这个总体来讲 这个签 母娘市的这个签就是上签 我相信今年会比 往年会更好 尤其我们的税军、人口、农业、商业、海东 都是在中上以上 所以说我们今年把它归为上签 生安公主委黄永玉表示 运势签会张贴在大殿 供各行各业来做参考 他也呼吁信众 整体运势虽然是数上签 但还是要谨言慎行、多行善事 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摆脱疫情的阴霾 重新迎接充满正向能量的新生活 介绍会捷安箱报导